隶属过往港节 有被评最美的最丑的 在历届港节里面 让人印象深刻的 一定有陈法荣的一席之地 他的前半生可以说坎坷曲折 陈法荣出生在一个小康家庭 网上还有一个哥哥 一家四口人过得幸福美满 陈法荣从小成绩优异 从多伦多大学毕业后 就进入了夏威夷大学 还获得了多个学术奖和奖学金 暑假回港过假期的陈法荣 意外查出自己长了肿瘤 陈法荣在心里给自己判了死刑 想要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放纵一把 做完所有想做的事情 而这第一件事就是去参加香港小姐的竞选 面试时考官问她 你为什么要来竞选港姐 陈法荣回答得很自信 我是来赢的 港姐竞选美女如云 在场的人不免觉得她有些狂妄 凭借出众的外貌 陈法荣顺利入围 随之还带来了良性肿瘤的好消息 大喜过望 陈法荣烫了最时髦的长卷发来参加比赛 在长发的衬托下 她的美格外动人 陈法荣 短发红唇的新形象 被称为最有都市气质的港姐 她顺利签约TVB 紧接着就参加了TVB举办的国际华裔小姐竞选 不过这次陈法荣却并不想夺冠 因为她想和刘德华一起拍戏 夺得亚军后的陈法荣 成为了张学友的M为女主角 从此进入演艺圈 后来的她也如愿和刘德华一起拍了电影 1990年陈法荣刚刚出道 那一年她和刘青云 黎明一起拍摄了电视剧《人在边缘》 之后她成功圆梦刘德华 与刘德华周星驰一起拍摄了《赌侠》 她饰演的龙九又美又萨 成为了许多人的梦中情人 大排云集陈法荣的出道起点可谓之高 也是在这一年 她和李嘉欣立志一起拍摄电影量足100分 三人同框 陈法荣的美貌丝毫不逊色于他人 而她和李嘉欣的缘分也才刚刚开始 说巧不巧 陈法荣的第一任男友还是李嘉欣的前男友 倪正虽然没有香港富豪那般有钱 但作为倪匡之子 一书的侄子 靠着才华也俘获了不少人的心 此时陈法荣作为新一代港姐名震香港 再次撩动了倪正的心 作为才子的倪正 三言两语就撩得陈法荣花枝乱颤 陈法荣沦陷其中 两个人高调恋爱 出入总是成双成对 当年倪正跟陈法荣表示 已经跟周慧敏分手了 陈法荣自然是选择了相信 自己跟倪正是名正言顺的 就不再管外面的流言蜚语 倪正这人有极强的大男子主义 不仅占有欲强 还不喜欢女友外出工作 可陈法荣却接受了 为了照顾倪正的心情 那几年的陈法荣减少了自己的戏约 以求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心上人 他的牺牲却没有换来好的结果 两年热恋换来的却是倪正和周慧敏的藕断丝连 受伤后的陈法荣回归事业 他一年拍了七部剧 企图在忙碌中忘记感情中的伤痛 2000年陈法荣和李立珍 任达华拍摄了《美丽传说》 2003年陈法荣接受好友蔡少芬的邀请 一起拍摄《水月洞天》 在这里他遇到了珍爱杨俊逸 而蔡少芬也在这部剧里遇到了丈夫张进 这场姐弟恋礼 杨俊逸没倪正有名气 没有许静亨有钱 却有一颗极致的真心 这段感情交往四年 却没有步入婚姻的殿堂 有人说是杨俊逸的父母 嫌弃陈法荣情史丰富 也有人说是杨俊逸劈腿了 最终 这段感情成了陈法荣心中 无法逾越的白月光 跟杨俊逸好聚好散后 如今已经54岁的他 或许是曾经伤得太深 遇见的要么是花心之人 要么是骗子 真心的却有缘无分 如今陪伴亲人 享受生活也是一种活法 坎坷半生的他 开心就好